我是冰欢 今天我们挑战 只用合体宝箱吃鸡 就是必须要合体 才能解锁的那种 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有队来了 我们直接跳这里 行云流水的下来 直接找哈罗去合体 数量疼 刚好刷出来 带路 然后我们跟着哈罗 赶紧跑 马上来人了 你这个哈罗 怕不是脑子不好 你赶紧过来 是你给我带路 还是我给你带路 快进来快进来 合体 120C开始 一瓶就跳 何必游泳馆就有人 不止一个 屋顶还有一只 应该是直接跳到顶上的 顶上也有一个宝箱 就可以开出枪的 也是新版本老六胜利了 不好意思 子弹实在不多了 来后面 拉开 这边还有九倍生 赶紧发下 这四个还不是一队的 近点就剩顶上的了 先把架头要吃着 在顶上这个 是真不好者 缩手了 还有人来 我还着急去其他地方 但是我直接冲出去 全面头盔 就可能就被顶上的人 直接秒掉了 这个时候注意听 有声沙沙的声音 顺便楼上的人在趴着 打不到我 所以我们直接冲出来 但主龙还有九倍生 我们直接去二楼梯口砍一下 太过分了 就剩十几发子弹了 666 然后监狱还有一只 你别说 这监狱现在不是光影工厂的 还真有点不习惯 给了一把死干 然后P城还有一只 好家伙 居然带着我绕远路 最后 就在这个小坑里 一把mini 甚至还有个三一头 这种宝箱 给的防具还是不错的 大家可以记下日后来拿 十二宫的飞车上 还有一只 这个宝箱操得更隐蔽 又是一把死干 虽然枪全是空配 但相比以前来说 是真不错了 本来想来医院看一下 没找到宝箱 却等到了一队人 二话不说 伤的就是腹地 非常的阴险 还有一只 可以冲了 震了兄弟们 射到后一头 好家伙 我以为你倒地了 你被这击药了 这不有点血亏啊 再飞一瓶就同样 前面打了一下 很快就就在圈了 而我也几乎就快没子弹了 算了算了 被弹没了 不能再开枪了 只能一年就能 让它被救了 但这边的草丛 好像有个黑乎乎的大开啊 我们直接隔墙飘地 转头上车 他肯定以为 我还没有发现它 不然为什么不用敲打它呢 虽然还看不清啊 但是因为标点 知道就在这儿 流流乱 之后天内还有一只防具 但是肯定有人 我们先去肯定是要浪费子弹的 所以我们找个偏僻的地方 打一点 而下个圈啊 正好又刷到了那片房区啊 不确的也去了 好家伙干打我 啊啊啊 打扰了打扰了 不能浪费子弹 告辞 这件有点不是啊 拿车躲一下他的窗口 好处是他打不到我了 坏处是我也打不到他了 之后一波极限技能啊 前面的房顶还在下个圈内 而且他上去啊 怕是会挨个大左 但左边房区的这个兄弟啊 非常贴心 替我封了个眼 犹豫了一下 还是装上去了 但眼刚好散了 还好准备的兄弟 注意点不在我这儿啊 我也是反手就送他去看影课 最后一个人就在下面 脚不成停了 就在这边前后蹲着 那我这边换 我们 后面还有花絮 来 哎呦我的天哪 来 哇怎么 孟宏好 粉丝和我说 核联战还有一只 这是这 这 这 这带给锤子的路啊 那是一条山洁的天路 为 告辞